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收听《徐时论》 我是老徐 今天是5月15日星期三 今天跟大家讲一宗新闻 其实是可以说和英国和香港都有关系的 特别是和英国的在英港人 所以希望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在英国 看完我的节目之后记得把连续给他 让他听听 其实这件事老徐在前天说过 这两天都有新进展 英国伦敦警方星期一5月13日 公布起诉三名男子 他们涉嫌违反英国国安法 西敏市裁判司署公开的起诉书中 指他们涉嫌在英国跟踪监视被香港政府通缉的 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 人称揽炒巴的刘祖迪 唐埋职公民前总干事 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绍达等人 这就是那三名被告了 如果你看过我前天的节目都知道 最左边那个就是驻伦敦经贸办事处的行政经理 叫做袁崇彪 彪哥六十三岁 跟我差不多年纪了 至于中间那个是Matthew Trigger 是一个前军人 最右边那个叫卫智良 他原本是香港人 很早期移民了英国 现在38岁 做过英国警察 前面那两个包括袁崇彪和韦智良 都是有双重国籍的 好了 今天新闻也有一些跟进 三名男子协助香港情报部门的第二天 英国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英大使作出正式谴责 这个是伦敦和北京之间紧张局势加剧的最新迹象 这篇文章我就不会读出来了 总之现在召见了中国驻英国的大使 他叫做郑泽光 就是这位人兄 英国政府表示 三人周一出庭之后 已经将中国驻英国大使召唤到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 这个英国外交部就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已经明确指出中国最近针对英国的行为模式是不可接受的 而英国外交部就列举了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就包括网络攻击 涉嫌间谍活动 以及对信息的圆想行为 导致了一些意见人士遭到香港政府起诉的情况 这些人是在香港参与民主运动后 租打压逃离香港移居英国 究竟这些信息如何帮助香港政府起诉他们呢? 我只是怀疑会不会将起诉书交到他们手上呢? 好了 中国驻英大使馆指这个案件是偏做的 假的 只要是死口不认 老徐经常说的例子 即使捉奸在床 男人都只要死口不认 那就 可以令到老婆还有一个原念 好了 他说这个就是 聂造的 已经向英方交涉 喂 我叫你来 喂 麻烦你了 不要这么张扬 做得 现在他说 聂造 而且我向你交涉 不是你向我交涉 又是不是很像男女关系那样 是我非你 不是我非你 是我非你 不是你非我 对不起 而港府呢 就低调回应 要求英方提供多些资料给我们 并确保事件得到公正处理 你想给你什么资料呢? 那些是公开资料来的 是不是给你一些不公开的资料呢? 好了 作为香港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 这个袁重彪呢 原来呢 就跟这个李家超 岑有渊源 他长年任职香港警队 22年前呢 就曾经呢 就跟当时 时任总警司的李家超 一起是 修读一间澳洲大学的课程 不过呢 后来呢 就有网友呢 就提出说 他们不是澳洲读的 在香港读的 不过呢 那个课程是澳洲大学的 一个课程 坊间质疑呢 究竟是不是李家超 派这个袁重彪去伦敦的呢? 挂名就是做这个经贸办行政经理 实质呢 就是执行国安任务呢? 那我们看看了 李家超昨天呢 就被逼要回应的了 我相信也不是他很想回应的了 那我们看看他怎么回应了 如果是因为在网上流传的一幅相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幅相看来是一幅毕业的合影照 而照片是展示了一班毕业生 我是其中一位 而你所说的另一位 就是居报 也都在这张照片里面 我对这个人的印象 就是这张照片 唉 不好意思啊 我都知道呢 要听李家超说话呢 都挺难受的 一句很简单的说话 他就要讲很长很长 而且还很慢速又要看稿了 真的呢 我觉得不是嘛 记几句说话都记不了 好 还要每读一句 然后接着就要看一看 好了 但是呢 逢你见到一些人 说话用这样的模式说 都基本上是一定有东西隐藏的 对不对 现在呢 李家超就说 喂 我对他的印象 就是这张照片 那就真的信不信由你了 但是呢 我就相信其实李家超 这次是买了锅的了 应该是买了锅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做事做到水哒哒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你都不会被英国方面 掌握了这么多的资料啦 好了 一会儿再讲 怎样水哒哒的 这件事呢 值得关注的呢 是还有另一个人啊 先讲这个人呢 我先讲究竟这些间谍呢 过去是怎样滋扰 这三个在香港在英的港人呢 这件事呢 其中呢 还有呢 起诉书上 列出一个代号为 抗的行动 Operation Kwon 姓Kwon 的 抗呢 指一名 41岁的香港女子 叫做抗民旗 这张照片 是不是抗民旗呢 我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呢 这张照片是警察 当时行动的时候 其中一个背影 都未必是他的 好了 所以就按走了 未必是他的 总之呢 起诉书上有这个名字 他呢 就说呢 这个人呢 抗民旗是在去年的12月 是持BNO护照 移民英国的 这个抗呢 曾经在香港 earshine investment limited 和TWT global limited 工作的 earshine呢 就指 抗民旗呢 是从账户中 转走了1.44亿港元 涉及诈骗 这件事又令我很惊奇的 我都叫做 运作过公司 我运作公司呢 我当时呢 就是所有的公司的支出 都是用支票出的 支票出呢 就一定要我划归的 那当然 如果要银行转账呢 就更加不会有一个 叫做 在网络上面 按一个按键 可以做到这个转账的 好了 那现在呢 这个又是我不明白了 为什么可以一个员工 可以从公司的账户呢 一转转到1.44亿港元 另外就涉及 盗取价值 2142万港元的资产 想不通 想爆头都不明白 所以这家公司 一定是一家 非正规公司 老徐呢 那个做法呢 是一般公司都会做的 这样做的 涉嫌欺诈 就遭民事起诉 但是呢 他又有本事呢 离开香港 就移民英国 警方呢 就去到他香港父母的住所 要求他的母亲 叫这个抗民旗回香港 抗知道呢 父母已经成为警察的目标了 我认为这个抗民旗呢 绝不简单 可以动用这么大额的金钱 又可以盗取2千多万的金钱 就是被控的 根据起诉书 自2024年4月30日起 这个叫永鑑员工 和他聘用的私家偵探 永鑑就是Earshan Earshan Earshan员工和其聘用的私家偵探 从香港飞往英国 去尝试找这个抗民旗 当中呢 一名的私家偵探 就叫做卓榮 Wing Chuck 原来这个Wing Chuck 都是一个退休警员 又是警察 也是此案的被告 袁崇彪的朋友 又上了袁崇彪了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根本不是一个 简单的欺诈案件 卓榮来到英国之后呢 就和袁崇彪 共同领导 慧智良和Matthew Tracker Matthew Tracker和慧智良去监视这个抗民旗 在1月31日 慧智良就获得一筆经贸办 帐户开出的 16,170英镑 就是16多万港元 哇 究竟要提供什么服务 要给他这么多钱呢 同日 他又向Tracker转发了1,170英镑 这个付款的著名呢 就是监控的叫做SV SV就是Servalians Tracker曾经在1月30日和4月25日 去到抗民旗在伦敦住处外面去拍摄 去到4月23日呢 卓榮就向慧智良支付了5千英镑 5千英镑 5千英镑就是5万港元 之后Tracker和慧智良同于4月30日上门 又想找这个抗民旗 但是没有人应援 不代表没有人在 期间就由慧智良的随身镜头 拍下整个过程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 Tracker就在门外贴上一个纸条 称由于安全保障 我们正在检查所有居民的电商 我们将会在下午6点30分再回来 去到5月1日 这个很重要 他们再次上门 今次卓榮也一同前往 他们讨论了一番之后 Tracker就在抗民旗的门外倒水 其实知道他在里面 只是不肯开门 在这里倒水 敲门称说出现漏水 要进行调查 当听到门后的声音之后 Tracker就倒更多水 再次敲门要求对方开门 扛民旗于是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Tracker说警方失措 说能表现 把手机藏在内裤里面 今次闯入民居的行动最终失败 于是三个人都遭到警方拘捕 你说这件事是否做到水嘴嘴呢 难以理解 其中呢 无论是韦智良和Tracker 都声称自己当过军人 当过警察 为什么可以做一件事做到这么慌乱呢 这么没张法呢 就好像找老徐去做那样 我相信这件事就是有机会 就把整件事抽出来 就是5月1日开始 究竟抗民旗是谁呢 是要搞到由香港政府的经贸办 亲自去海外执法呢 就派人调查和跟踪 甚至试图闯入她的家里 目前仍然没有答案 所以我们又说这件事是没完的 所以我们又会这么说 我们作为YouTuber 是有这个责任 是需要跟进她的 那我当然会密切留意 刚才我说到做到水嘴嘴 这个其实有很大的疑点在 难以自信的 当然还有包括 就是这个究竟5月1日 捉了有关的人等 竟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日子 就将她告上法庭 披露这么多资料 这个又是另一个很大的疑点 所以呢 已经有一些评论员就怀疑 喂 会不会其实整个是一个局来的 不知MI5还是MI6的局来的 就是说那个Metriket 其实是自己有的 用这样的方式放进去 然后就一生抽起 不过无论如何 搞到要由经贸办直接过款 这件事情 我都觉得已经是非常离奇的了 就是为什么呢 如果要做一些这样的违法事件 你都隔多几重 为什么要由经贸办直接付款呢 想不通 好 OK 有关这三名被告的履历 我就不再说了 因为呢 其实我在前日的节目 就有详细交代 我相信你也如果听其他YouTuber 你可能都知道了 但如果你没有的 你可以去我前日的节目去看 起诉书就这么说 袁崇彪作为驻伦敦经贸办事处的行政经理 他被捕之后就向警方 否认和情报服务有任何关联 而呢 他当时是怎么来到英国呢 就是说 他55岁 退休之后呢 就带了他老婆子女来到英国 他自己觉得呢 在英国生活是比香港好 所以他就移民英国了 都是说那句 信不信由你 究竟是不是李家超派他来 然后给一个位置叫做经贸办No.3的位置 然后从事一个间谍服务呢 他在经贸办负责什么工作呢 他称之为保安工作 所以呢 2019年起 因为经贸办外面经常有抗议活动 所以就有他这个位置 他就提供保安服务 至于另一个叫卫智良 他呢 他呢 原来都挺把炮的 原来他到现在都还是呢 这件事发生之后就不知道了 总而言之 发生事件当刻呢 他是任职希斯路机场的英国边防部队官员 US Border Force Officer 又是这个伦敦市警察局的特警 Special Constable 他也是可以既是从事这些的公职 但是呢 他又可以开公司的 开一家叫D5 Security 他是董事兼创办人 提供保安服务 我真的不明白 这件事呢 如果懂得英国的公务员法律 究竟这个位置有没有违反作为一个公务员的操守呢 但是他又做得很公开的 因为D5 Security 如果你做COME Surge的话呢 是看到他的名字在这里 他没有隐藏这个东西 至于另一个叫Mathiel Triggert 他是做这些间谍活动的时候呢 他竟然是英国内政部Home Office的移民执法调查员的 就是你移民来的时候呢 他是要调查你的 并且呢 私底下又做一个私家偵探 他又开公司的 他跟魏智良一样 曾任职希斯佬机场的英国边防部队 相信就在那里认识吧 估计 好了 现在就另外一个叫袁崇彪 给大家看看 他是关键人物 起诉书形容 袁崇彪曾经分派任务给这两名被告 进行特定的活动 包括资讯收责 敌意监视 欺骗行为 强行进入英国民居 两名被告呢 都曾经 跟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户口 获得报酬 并且 是将那个Invoice 是直接传回去给这个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 就是说呢 刚才我已经说了 哇 非常公开 好像一个正常的商业活动 我给你Invoice 然后你给钱我 就是这样 英国警方的调查发现 被告的部分敌对活动 是早于英国的国安法 在去年12月生效前 已经有了 包括从2021年开始 这个袁崇彪和韦智良的手机 聊天记录中 已经提到监视罗冠聪 并有讨论罗冠聪的同路人 如何唱衰香港 而Matthew Cricket的角色 似乎是 袁崇彪的任务执行者 他的手机上 保存了一条 标示日期为 2023年8月16日 和监视任务相关的变条 当中提到他以Pitt 称呼这个位置 并且就行动向Pitt报价 好了 总而言之 在这个起诉书当中 列出了很多支付报价 这些东西 起诉方认为变条商 所说的Pitt 就已经 2023年8月的监视任务付款了 就是监视、罗冠聪、蒙兆达他们 刘祖迪 这些全部已经支付 好 另外Trigger在同月有进一步的笔记 当中列出多个银码 并写明 我们知道他们住在伦敦吗 31日的活动在哪里 你能不能够提供这项服务 人物追踪 检查所有地址 并进行上门确认和拍照 上门确认和拍照 这件事 老徐都好像遇过 拍照就不知道 上门时不时都有人敲门 在我旧居里 有人敲门 然后说说一些东西之后 你当然会拒绝他 他说的东西不外负责 我们是什么机构的 想看你有没有兴趣参加 另外Trigger手机中 也有详细的监视报告 这些全部都可以说 我为什么要讲完这些资料出来呢 我就是说 似乎今次 5月1日那件事 做到水嘴嘴之后 5月13日 就已经告上法庭 短短10天 哇 你看到那个详细的资料 要么 因为英国国安法 他们有权 搜查他的家 搜查手机 所以就很快速 把所有资料都拿出来了 因为我们也会把这些资料都拿出来了 我会把这些资料都拿出来了 我会把这些资料都拿出来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